以精美人設和獨特的夾擊戰鬥 受到歡迎的 RPG 手遊 «Terra Battle» 續作 «Terra Battle 2» 上市囉 雖然和前作同樣設定在 «Terra 大陸上的冒險» 但是故事和角色們都是全新登場 沒玩過前作的玩家們也可以放心體驗喔 玩法分為移動模式和戰鬥模式 平常在地圖上玩家可以滑動隊伍移動 當移動到敵人附近或是敵人移動的回合時 就會進入戰鬥模式 但是只有在戰鬥範圍中的隊伍成員才能夠出戰喔 戰鬥和前作一樣採用回合制 利用類似轉著的概念 把敵人盡量集中到自己和夥伴中間 就可以對敵人攻擊 若是有閱讀夥伴聯繫攻擊 還能夠發動技能造成範圍攻擊、補血或是強化等特殊功能 角色除了武器和裝備之外 也可以搭配不同的守護靈來改變角色屬性和特質 不論有沒有玩過一代 都不要錯過各方面更上一層樓的Tero Battle 2 喔 由櫻花大戰製作人廣景王子負責原作 並且擔任製作總監的全新手機遊戲 天空與海洋之間 描寫以成為宇宙魚師為夢想的少女們成長的心路歷程 這些少女們都可以跟一個守護神組成搭檔 前往宇宙捕魚 透過瞄準將守護神發射出去捕撈海產 每個守護神都有特殊的神通力必殺技 回復系和攻擊系記得都要帶上場喔 最特別的是當守護神投向左邊的技量錶滿了 就能夠使用拖 用這招威力逆天的合體技 一舉俘獲高級海產吧 由白貓Project 開發商推出的Pony Pony 是一款沒有抽卡機制的直立式橫向捲軸動作線上遊戲 遊戲中玩家要扮演被選上的 13 名蓋亞絲之子來拯救世界 像是使用拳擊武器的天條索爾 或是使用常見的擊灰斯必迦 操作上非常簡單 使用虛擬搖桿移動 單點怪物就可以連續攻擊 單手玩都沒問題喔 如果想要得到強力技能 就必須打怪累積膠囊值 打得越多就可以拿到更多技能 不只這樣 玩家們還可以在地圖上蒐集素材 到城鎮還可以鍛造主辦 而且主角們在異世界還可以用手機聯繫 各種設定也能夠透過手機介面調整喔 如果不想拚人品 就來玩玩看這款Pony Pony吧 總是以讓人熱血沸騰的遊戲吸引玩家的卡普空 最近推出了需要動動腦的消除遊戲 快打方塊Puzzle Fighter 玩家要把銅色的方塊連線堆疊 再利用消除球來消除方塊 就可以使出攻擊消減對手的血量 不只能夠以消除的方式來對戰 還可以收集卡普空作品中許多知名角色喔 集合特定顏色的方塊和堆疊方式 就能夠讓龍使出波動拳 或是讓春莉使出百獵角等經典招式 如果消除的數量夠多 還能夠發動超必殺技 需要也名手快地消除這一點 可是一點都不輸給格鬥遊戲喔 在去年宣告完結的人氣漫畫死神 最近由LINE 推出了手機遊戲新作囉 每次戰鬥可以組隊五位不同的角色 基本上是自動戰鬥 但每隔一段時間就能夠使用斬破刀 或是角色的特殊能力 角色分為幾種屬性 分別是知、精、生、鬥、技 玩家可以參考這些屬性的相剋關係和技能 來打倒敵人 另外還可以用點數強化部隊特性 藉此強化隊伍成員某方面的能力 如果戰鬥時累積的能量足夠 還可以使用特殊指令戰術技能 善家利用的話也許會扭轉整個戰局喔 不用賣命牽下去 也能夠被可愛的兵器美少女們圍繞 乍看之下以為是日本自衛隊募兵廣告的陸字娘 是一款手機平台的育成型戰略模擬遊戲 結合了武裝、機甲、美少女和怪物娘等要素 就是瞄準了軍武控的玩家們 背景敘述一支由怪物組成的軍團岩漿軍 隨著火山噴發現身並佔領了日本各地 而玩家則是扮演自衛隊的軍官 帶領由限時武器擬人化的武器娘 以及各處基地所化身的駐屯帝娘 組成戰鬥部隊向岩漿軍展開反擊 遊戲不僅有實時戰車 AH-64D 攻擊直升機等自衛隊最新鮮的軍備 就連1960年代的武裝 也都會化身萌萌的美少女登場一同作戰 玩家甚至還能夠直接捕獲敵方的怪物娘 收為己方單位呢 從前從前有一座塔樓困著一個公主等著王子 A 等等誰說公主一定要王子來救 讓我們當個自立自強的公主 拿起大狼頭一路破壞塔樓逃出魔龍之塔吧 遊戲操作非常簡單 公主會朝著玩家手指滑動的方向移動並且攻擊 往下攻擊就能夠破壞自己腳下的地面 就用這個方式一路破壞所有麻煩的陷阱跟敵人吧 隨著冒險的進行 玩家還可以解鎖各國華麗的公主 試著讓他們全員逃出吧 以魔界為題材的手機遊戲 中途世界戰爭之影 描述為了推翻索倫的統治 凱樂布里鵬重新鑄造了一枚全能之界 用來召喚中途大陸上的英雄好漢們 遊戲是即時戰鬥系統 可以組織四人小隊去討伐敗獸人 藉著點擊角色頭像就可以手動施放角色特有技能 有趣的是每當我們達到一個半獸人頭目之後 可以選擇將他招募進自己的隊伍 作為隊伍中的第五位夥伴 或是砍下他的頭奪取他的寶藏喔